小朋友们,山哥拉,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解决一道鸡兔同龙的问题 鸡和兔共18个头,50条腿,鸡兔各有多少只,要求我们要用方程写 那用方程写的话,我们就需要解射,这里老师建议同学们,射腿比较多的那一个为X 等会就不会出现我们没有学过的复数,所以这里有名的射兔,我有X只 那鸡呢,就有18,减掉X只,那老师写一下 好,那同学们我们知道,一只兔子四条腿,那X只兔子就有X个4 那就是有4X条腿,对吧?一只鸡有两条腿,那么有这么多只鸡 每只都有两条腿,所以2乘18-X的差 他告诉我们,总共有50条腿,意思就是兔腿加鸡腿等于50条腿 所以我们用4X来加上2乘18-X的差,等于50 然后就把它写这个方程,那我们先把这一括号,这一括号用分配率打开 那就4X加上2乘18-36,减去2乘X,2X等于50 接着我们把同类的合在一起,这是X的宝宝,这是X宝宝,合在一起 这一个是数字的宝宝,就不能合哦 所以4X-2X那就等于2X加36等于50 接着把2X看成整理,加数等于和减,另一个加数50减掉36 所以2X就等于14,算出我们的X就等于14,除以2,所以是X等于7 那这说明兔子有7只,那鸡呢,就是18,减掉7,水鸡有11只 最后答,同学们,你听懂了吗?